游泥需要基本上不需要计算的话 那就不用给它数字 OK 最后的话把它储存 名称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地址 存完之后呢 这个资料表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里面呢 现在就是一个多一个坑 你就可以放东西进去 那我们怎么样把资料放进去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诀窍 就是第一个开始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Excel里面的资料 把它点到Air 接下来的话往下 一直到第207列的地方 然后我们选到Tray栏 按Shift键 把它整个按右键复制一下 接下来呢到Excel里 Excel里面 直接点右边的 左边的这个箭头 直接点一下 特别之后按右键把它贴上 这个时候呢 它问你说 你要不要是不是要贴上206列 然后觉得是 这样的话我们资料呢 就会通通都贴上去了 那资料就转移过来 这第一种方式 不过这种方式 比较麻烦一点点 为什么你还要在设计什么呢 设计里面的那个栏位的名称 这第一种方法 这个是贿资资资料的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 教各位就是说 其实在 assets里面 有一个 比较快速一点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是贿资 也可以是连结 那贿资跟连结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顾名思义 贿资是把资料抓过来 就离线了 那如果连结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是跟Excel做连结的 也就是说 我assets这边修改 Excel那边也会跟着修改 Excel那边修改 那assets这边也会跟着修改 这个是连结的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比较适合 我们用贿资的方法来做好了 按一个确定 那贿资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assets如果说 你今天是assets2003的版本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2003的话呢 它没有支援2007的Excel 可是有支援2003的Excel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档案格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XLSX 那它认得吗 那它当然不认得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另存新档 直接存为